沐浴华 非她莫属,是那个年代人人都认识的古琴妈妈,沐浴华是统一小姐出身,在17、18岁的时候,就拥有500多场次表演机会,后来被相众拍电影,只是后来该电影的导演因过去世,沐浴华的电影帽就暂时搁置了,期间她也有陆续拍《爸爸不要走》等电视剧,直到她遇上妈妈再爱我一次。 这部电影,当时在大陆善映的时候拿下留意票房,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,导演陈珠黄更是在后来的五年,也一直和沐浴华导致合作,直到后来她所出演电视剧《小丈夫七大姐》,《在歌红变大江南北》, 这部剧在当时 《小isha声》,《小谈演陈珠黄 incant》 《小unky奶先生》,《大чес9号ically Baş記》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